驚恐的尖叫声长达10秒 轿车行车记录器完整记录 车辆打滑往右一偏后 摔下60公尺悬崖的过程 车辆翻滚时强烈撞击路边石块 路数和杂物 因为剧烈晃动 轿车自动发送报警功能 叫车从相当20层楼高的地方摔落 车体严重变形 但车上三人奇迹般的只受到轻伤 事件曝光后 网友除了赞叹车主乘客命大 还歪楼提问 想进一步了解汽车品牌和型号 同样冲上热搜的 还有河南这辆车 勇敢的上前奏 白色轿车被追撞后 车尾已经严重凹陷 后挡风玻璃还用好几层胶带固定 但即便车都坏得那么严重了 车主却没有要停下来维修的意思 坚持赶路回老家 网友戏称是人在窘途 过年最后的倔强就是回家 事件引发热议后 车主一到家 汽车原厂还主动联络 要帮忙修车 山东有货车 两侧车门变形 也坚持上路 有人说仿佛开了受邀滤镜 这次龙年 是大陆疫情平稳后第一个春运 民众返乡意愿高涨 一辆辆车尖墙 被形容像在外打拼 伤痕累累的游子 不顾一切想回到家 引发共鸣 TVBS新闻正审位 林明珍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